欢迎来到分享沙龙的安息日的咖啡时光 今天要从以撒和利百加的相遇的故事 分享所得着的启示 在创世纪24章提到 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 到他的本家本族 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他们祷告耶和华神 为他预备一个女子 成为以撒的妻子 老仆人就风尘仆仆的上路了 路上他就祷告耶和华神 使他今日遇见好机会 老仆人祷告神 我今日站在井旁 城内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个女子要水喝 他就给她喝 并且还给骆驼水喝 这个女子就是以撒的妻子了 愿神施恩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 老仆人刚祷告完 容貌极其俊美的利百加 就肩头看着水瓶出来 他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贺妻子 密家的儿子 比土利的女儿 果然利百加给老仆人水喝 还给骆驼水喝 耶和华神成就了老仆人的祷告 利百加愿意跟老仆人回去 成为以撒的妻子 从这个故事得着什么启示呢 我们不禁要问 利百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去井旁打水呢 利百加一定是计划好 什么时间离开家 什么时候会到井旁 他又怎么这么巧遇见老仆人 还非常乐意答应给他和骆驼水喝 还邀请他到家里休息 这似乎都太巧合了 但如果其中的一个时间提早或延迟 或者地点的更换 这个事情都不可能成就 利百加也就不能遇到老仆人 也就不会带他到家里 也就无法成为以撒的妻子了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 每个事件的背后 都与无数个时间序列中的事件连结 这些事件导致该事件的发生 它不仅是时间的连结 而且也是空间的连结 每个事件周围又有无数其他相连的事件 无数次的互动合一 比如一阵风 一滴雨 一个随意的想法 太阳的运行 星系的引力 万物万事 都必须以绝对的精确度 协同工作 以确保发生特定的事情 当耶和华神回应老仆人的祷告 那天把利百加带到井旁 神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完美的安排 神为要使这个祷告成就 他要移动许多的事情 使之成就 同样神对我们的祷告 哪怕是一个很小事情的祷告 神都需要让许多事情在时间 空间上做精确的移动和联合 才能成就我们的祷告 神非常爱他的儿女 可以为我们移动时间和空间 将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要充满信心 知道这位爱你 甚至道成肉身 为你在十架上舍命的神 是会垂听你的祷告 将万事都移动调和连结 为要成就你和神心意的祷告 今天是安息日 安息日平安 愿神祝福你